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红绿灯 那红绿灯呢 我们现在模拟红绿灯的状况 就是绿灯先亮五秒钟 这时候车子车辆是通行的状态 那当我要切换红灯之前呢 我要先闪黄灯五次 那闪黄灯五次的同时 那个绿灯还是亮着 这时候就是警告车子说 我快要红灯了 请他们要减速要准备刹车了 好,那等到五次黄灯快闪闪完之后呢 就切换为红灯 那切成红灯的时候 黄灯跟绿灯都是要关掉的 然后等红灯五秒钟之后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绿灯的循环 好,那所以这样的做法呢 如果你觉得很复杂 通常我们接到一个案子 如果案子很大 那我们都会习惯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会比较好处理 就是前面第一个部分 红灯亮五秒 然后第二个部分 闪黄灯 第三个部分就是 红灯亮五秒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黄灯亮五秒 绿灯亮五秒 对不起 绿灯亮五秒 然后闪黄灯 然后红灯亮五秒 我们就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这样会比较好处理 好,那在做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 我要先确认每一个灯是什么颜色 所以习惯上呢 我们会去做这个电灯的确认 灯光的颜色的确认 比如说10号 10号是什么灯 11号是什么灯 12号是什么灯 我们通常会先做一下确认 这样子在写程式的时候会比较好写 举例 好 现在呢 我先把灯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我先点一下10号灯 10号灯是红色 那我如果知道它是红色的话呢 我通常会按右键 新增注解 好 这边就把它改成红色 好 就多了一个 在积木上面多一个注解 那11号呢 好 黄灯 所以我一样按右键 新增 黄灯 那12号当然呢 就是绿灯了 好 一样新增注解 绿灯 好 那这样做的原因是 等一下呢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出错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考虑第一个部分喔 第一个部分是绿灯亮 我们前面一开始 initial 初始值的部分 先把三个灯全部关掉 好 然后开始绿灯要亮五秒 好 所以绿灯 这是绿灯 要亮 亮五秒钟 所以等待五秒 好 这个部分就蛮单纯喔 好 绿灯亮五秒的时候 之后呢 要闪 黄灯 这时候绿灯没有关 绿灯没有关 那所以要闪黄灯呢 这是黄灯 所以我们做一下闪烁黄灯的部分 就是要开跟关 这是黄灯 开跟关 那要闪烁 所以我们中间要有等待时间 我用0.2秒 好 然后闪个五次 所以要重复个五次 好 所以这是闪黄灯的部分 那你在闪黄灯的时候 你的绿灯还是开的 它没有关掉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关掉 好 那么等到黄灯五次闪完之后 红灯要亮 好 所以红灯 红灯要亮 好 那红灯亮的时候呢 要注意喔 你红灯亮的时候 黄灯跟绿灯不是要关吗 好 黄灯跟绿灯要关 所以这时候 记得 你的黄灯要关 你的绿灯 也要关 好 然后一样等待五秒 好 那么红灯五秒 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切回绿灯亮 对不对 好 要切回绿灯亮 那你在绿灯亮的时候 绿灯亮的时候 绿灯亮的时候 红灯有没有关掉 没有关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红灯要关掉 好 这里就没有漏了一个红灯关了 所以五秒钟之后 红灯是要关 因为要换绿灯亮 好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 红灯要关 好 红灯 红灯要关 那 再来呢 红灯关完以后 绿灯马上打开 好 绿灯马上打开 好 所以 这 这个 三个步骤我们把它切开来做 切开来做 然后最后把它组合在一起 好 组合在一起 然后 这是一次 那我要让它永远一直重复 我就把它包起来 用重复把它包起来 好 这样我再来执行 好 所以绿灯亮五秒钟 快闪黄灯五次 好 亮红灯 那红灯五秒钟之后 跳绿灯 好 这样有没有跟 路口的交通号置一模一样 好 快闪五次 跳红灯 好 那所以这个是 这个部分 在让我们学到 时间跟顺序的控制 好 时间跟顺序的控制 所以当你 的 灯亮的方式是有固定 固定程序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程序把它抓出来 好 把它抓出来 然后 只要把顺序排对了 那 输出就会对了 那如果今天顺序不对 好 或者是 有问题 那你就要分开来一个一个抓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 我希望各位同学 你在做程式设计的时候 如果案子很大 不要怕 把它拆开 把它拆开 绿灯先处理完 亮五秒 然后 然后 黄灯闪烁五次 五次 闪完之后 黄灯 黄灯跟 绿灯要关 但是 红灯要开 然后 开五秒之后 红灯关掉 你只要把它切开来 就会很简单 很容易 然后在最后再组合 就会 就比较容易做 所以千万不要怕 那个 障碍很大 拆开来 就不会觉得大了 好 我们 红灯的部分 讲到这边